如果現在我們有E和F 就是我們的ABOY和AC的MIDPOINT 即是這裏MIDPOINT 旁邊是MIDPOINT 你也要畫這裏 否則都用不到MIDPOINT的特性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DG比GB DG比GB就會是3比5 所以就會有3比5 旁邊也是3比5 然後如果E和F是6 我們問我們GH是多少 GH是哪裏 GH是這裏 這樣的話 我們很快會得出 既然你這裏是1比1的時候 E和F比BOYC應該是1比2 所以我們就會有BOYC實際上是12 那就好計算吧 我們有HG除了BOYC 那就等於3比8 因為旁邊是3比5 所以整個3比5就是3比8 我們有BOYC是12的時候 12乘3除8 那就等於HG 36除8就會是4.5 答案就會是BOYC 都明白的 所以我們會有2比5 3比5 3比5